收到粉丝提问,什么武器最容易残血反杀 对于这个问题,你会想到哪些武器呢? 下面要说的就是最容易残血反杀的三把武器 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术吧 3,2,1,你双击了没有,关注了没有 1.短剑 短剑维克托在爆发方面,虽然伤害不如UZ 但在满配之后,比UZ更加稳定 并且还能打中距离的敌人 在残血的时候只要卡个视野,还容易顺瞄敌人实现反杀 2.MK14 无论是在近距离还是远距离 对于大神而言,只要捡到他 坚持被敌人偷袭,也能轻松完成反杀 因为他的爆发实在太高了 只需要三枪就能带走敌人 并且射速还非常快 仅有的缺点就是使用难度高 只有大神才能用好他 3.S6A6 在近距离对抗中,S6A6无疑才是爆发之王 用他残血反杀几乎是常态 只要反应够快,运动率够高 S6A6就是能创造奇迹的武器 很容易残血完成一艘打斗的操作 不过用他的玩家却很少 小玩们,你对此怎么看呢? 欢迎关注我三连奥 我们下期见